我们先来看一组重要的公司资讯 美联储周四批准了美国银行重新提交的资本计划 登祝该银行2016年新一轮压力测试之前 进一步改善其风险管理和资本规划的流程 自2009年以来美联储每年都会对美国大型银行开展压力测试 以确保金融机构在面临不利条件下 仍然有足够的资本来维持运营